第27章 法兰西 少 有一个脑筋急转弯 是这样说的 从前啊 有一个小孩 他从没有上过学 也从没有人教过他法语 但是他的法语却讲得非常流利 你想一想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这个孩子本来就是法国人呢 在历史上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许多国家的人都在说法语 包括英国的王公贵族 还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说法语 只是面对自己的仆人时才说英语 因为那时很多人认为 说法语是身份高贵的象征 法国离英国很近 他们中间隔着大海 海上还没有桥 那条阻隔了这两个国家的海峡 叫英吉利海峡 其实 我们也可以叫它法兰西海峡 因为这个海峡处于中间地带 既不完全属于英国 也不完全属于法国 这条海峡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泳爱好者 他们都想游过这条海峡 但大多数人都失败了 如果你是一个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英国人 想穿过英吉利海峡去法国 你肯定会选择从多福尔出发 然后到达法国的加莱 因为这才是最近的路线 可是这条航线上的风浪很大 非常的颠簸 多数人会因受不了颠簸而晕船 原本短暂的行程 却因为身体的不适而感到无比漫长 所以 许多船放弃了这条航线 选择在法国的其他地方上岸 勒阿福尔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位于塞纳河的河口处 那个时候 人们就想 如果能在海底开凿一条隧道 用其他交通工具出行就好了 现在 它们终于实现了梦想 在英吉利海峡 英法两国已经开通了海底隧道 两国人民的出行更加方便了 在法国 随处都飘扬着法国国旗 它和美国国旗一样 有红 白 蓝 三种颜色 不过法国国旗比美国国旗简单多了 仅仅是从左到右排列着 蓝 白 红三种颜色的树条 法国的街道路牌和建筑标志 都用自己的文字 也就是法文书写 这里的人说的是法语 甚至用的钱也有专门的名字 法郎 不过现在已经统一都用欧元了 有没有人这样评价过你 跟你爸爸长得真相 或者太像你妈妈了 可是肯定没有人反过来对你说 你爸爸或妈妈说他们长得很像你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 位于塞纳河的上游 是法国最大的城市 很多人都认为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一看到别的漂亮城市 人们就会说它像巴黎 可从来没有人会说 巴黎跟其他的城市很像 我已经讲过了 伦敦的附近有一条河 叫泰晤士河 这条河可供大型船只通行 而塞纳河就不一样了 它的河道很窄 蜿蜒曲折 河水又浅 只能允许小船行驶 所以到巴黎的船 大多是小船 塞纳河的一个河中小岛上 有一座著名的大教堂 那是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而建造的 所以就为它取名为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有几百年的历史 它的主要原料是石头和彩色玻璃 它的正前方有两座塔楼 中间是一座很长的尖塔 像手指一样指向天空 教堂内有很多长长的石柱 承受着屋顶的重量 不然的话 整个屋顶就会塌下来 人们把这些石柱称为伏壁 在屋顶的边缘 敦服着许多石头雕刻的动物 它们奇形怪状 看上去和普通的动物很不一样 乍一看 还会让人害怕 因为它们有的像鸟类 有的像野兽 还有的像魔鬼 这些石头雕刻的动物也是有名字的 叫做怪兽雕像 据说人们把动物做得这么恐怖 是为了让那些邪恶的灵魂 很相似 马德连教堂有跟巴黎圣母院一样的石柱 可是没有窗 没有塔楼 没有伏壁 也没有尖塔 甚至连圆顶也没有 法国曾是圣极一时的君主制国家 也有过国王 王后 还有王子和公主 塞纳河畔就保留了很多王室曾经住过的宫殿 不过 现在的法国和美国一样 实行共和制 总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那些曾经的宫殿 就成了今天的博物馆 艺术馆 有的还成了图书馆 其中要数卢浮宫最为出名 他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画和雕塑 我们在拍照时 总是力图把照片拍得逼真一点 再逼真一点 可是 即使拍得跟真人一样 也不会值多少钱 画可就不一样了 即使画中的人物是普通人 也不逼真 仍有可能价值连城 卢浮宫里就有一幅价值连城的油画 画的是一个正在微笑的妇人 名字叫 蒙娜丽莎 这幅画曾经在卢浮宫被小偷偷走了 不过 那也真是个笨小偷 她偷画的时候肯定没有考虑周全 这幅画那么有名 全世界的人都认得 他怎么敢把画卖掉呢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寻觅 人们终于找到了这幅画 原来他被送到了另一个国家 人们把这幅画又送回了卢浮宫 在耶稣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人们认为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神 并为这些神雕刻了许多神像 当然 这都是根据想象中的样子雕刻的 卢浮宫就有两座那个时期的神像 他们都很有名 一座是维纳斯 它是神话中的爱神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座雕像是人们在希腊的米洛斯岛上发现的 于是又被称作米洛斯的威纳斯 另一个雕像是带着翅膀的天使 也是在耶稣诞生前雕刻完成的 威纳斯的雕像缺少手臂 天使的雕像缺少头 但这两座雕像都弥足珍贵 法国的国会大厦没有圆顶 这跟美国国会大厦不一样 它也没有塔楼 这是它跟英国议院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 巴黎有这样一栋建筑 它的圆顶跟美国国会大厦 以及伦敦的圣保罗教堂都很相似 但是 它既不是教堂 也不是本国的国会大厦 而是法国两位名人的墓地 其中有一位是拿破仑 他是与美国的乔治华盛顿 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名人 拿破仑曾经是法国的国王 他死了以后 遗骨被安放在圆顶底下 用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箱子装着 另一位是福旭将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曾经担任法军的总参谋长 艾菲尔铁塔是全世界最高的铁塔 位于巴黎塞纳河畔 差不多有300米高 由四条铁腿支撑着 从远处看 就像是一个钢铁巨人 对 这就是艾菲尔铁塔给人们的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